大家好,我是电脑培训导王老师,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乌尔的文档 如果遇到一张白子,一直删不掉,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看一下怎么解决的 现在我右边这里有一张白子,我们现在想把这张白子给删掉的话呢,怎么办? 我们按常规的办法的话,光标放在前面这里,然后按删除键,键盘上的删除键,对吧? 我按删除键,然后我一直按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这张白子不但没有删掉,它还把我前面的这个,前面这张纸的文字给我删掉了,对吧? 它就是光标放在这,按删除键,右边那张纸没有被删掉,反而把我左边的这个文字给删掉了,对吧? 前面那一页的文字给删掉了,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了,是什么问题? 就是右边这张纸按正常的方法来删的话,是删不掉的,怎么办呢? 我现在先返回,返回到原来那个样子 好,那现在的话呢,这张纸按正常的方法是删不掉的 那我们现在看怎么样把这张纸给删掉 方法,点上面的章节,然后下来点章节导航 在章节的下面,我们能看得到,我这边的话总共只有两张纸 然后呢,它给我分成了两节,对吧? 第一节是就是有文字的这一节,这张纸 那之后呢,第二节就是第二页,就是我那张白纸了 我那张白纸删不掉的那张白纸,对不对? 它分成第二节,就是变成第二节了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张白纸删掉的话呢 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地方来完成了啊 怎么删呢? 点,就是这张白纸所在的这一节 第二节,旁边有个小三角号,点它一下 然后下来有个叫删除本节 我们点这个删除本节 就是把这白色的,有白纸的这一节给它删掉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张白纸,我们不需要它这张白纸了 对吧?所以我们点删除本节 好,那我们现在能看得见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只有一节了 我把它删关了啊 那你看,我现在往上往下的删就只有一张纸了 对吧?只有一张纸了 就是那张白纸已经被我删掉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要讲的内容 就是说,有一张白纸,一纸删不掉 怎么办?用正常的方法把它删 删它的时候是删不了的 那我们就只能用这一节课 来学的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在工作的时候 你用卧的来办公时间长了 你偶尔会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啊 这个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一直删不掉的 好,这一节课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看视频,轻松有收获